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聚焦落山姬 我是主持人子萱 下面来关注一下牧场山火还在烧 纵火游民面临23年劳刑的新闻 天使国家森林区Zousa牧场山火持续燃烧 36岁男子帕伦西亚涉嫌纵火 以两项重罪被检掉起诉 保释金定为43万5千元 18日提审 一旦罪名成立最高23年劳刑 Zousa牧场山火于13日爆发 大火始于圣盖伯峡谷和牧场路交汇处的河床 快速在森林蔓延 消防局紧急下令疏散居民 并且关闭了39号高速公路 截至18日 牧场山火已经烧毁3900亩 仅有19%受到控制 洛杉矶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表示 帕伦西亚住在Zousa山湾社区的帐篷内 属于河床游民营地 结果当日他与人发生争执 甚不清楚与谁争论 以及争吵的原因 森林官员指称 大火开始的第二天 帕伦西亚被确认为纵火嫌犯 16日主动投案 由Azusa警局和洛杉矶县消防局进行调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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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